当然我一启动它就随着表单就启动 还记得怎么样打开 这个表单就自动启动 我刚刚讲过 在workbook的那个open的事件 里面你就把这个表单的名称叫凤 凤点秀打上就可以了 另外你也可以不要随着那个表 如果说你要按按键启动的话 那当然你就是按一下这个 在这个按钮上面打一个程式 凤点秀就可以了 然后他就表单就启动起来 当然我们在这个范例里面的话 当然我可以输入资料自动填上去 那逻辑当然就是1234是我们填的 然后123567是自动产生的 那这个是平均 然后取得小数点 我们用work函数可以凤点 假设第一位的话凤点1就可以了 后面的话这两个用方选可以取得 这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 所以输入完之后 再来就是注意什么防呆的问题 比如他完全没输入你不能让他过 另外呢 这三个资料呢 如果他的里面的资料呢 不是数字也不能让他过 还有呢 他里面的值不是0到100之间 也不能让他过 所以会有一些逻辑判断 这是上礼拜讲的 如果你已经过得差不多 你可以再到云端上或影片上面 上面再看一下 那其他 上礼拜最后还有讲到有关那个 就是他标准不标准 比如说呢他增减体重百分比 里面呢大概就是他的体重 如果是 增跟减的话 增的话就是要增加体重这么多 减的话是减少体重这么多 那如果在正负5%之内是标准的 反之呢就不标准 那不标准里面又分成就是 有那个什么呢 过瘦跟过胖的问题 比如说他要再增加百分之7.6 他太瘦了 所以有个过瘦跟过胖 那这部分当然 你除了可以用偶尔之外 可以用N的函数 可以把这个给做出来 那做完之后 当然也会有一个VBA 所以你在这旁边加一个VBA 那VBA不外乎两种做法 一个是 按下按钮自动完成 OK 另外一个做法是 在这边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也许叫什么增减体重函数之类的 那你只需要给他什么增减体重百分比 那他会给你你要的答案 直接就放在你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要该怎么做 我想上礼拜 我们有讲到有关函数部分 那VBA部分的话 我们把它补一下 我想这个部分 尽量以后不管任何的工作 只要遇到类似的情况 你都可以思考一下 函数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函数部分 用end或end 另外按钮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那这一题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就要继续再来看其他练习题 再那个逻辑再来就是期时间 所以待会再看这一段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东西 也许先打开 那如果你对表单部分 假如有些地方已经忘了差不多 这一回去一定要找类似的练习题 一定要再重做 而且那个像防灾的部分 我只有想到三个 那当然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 那如果有你就把它补上 用一个逻辑判断 那判断的方法当然不外乎 就当然就是 一重两重三重的 一重两重多重的逻辑判断 这不然就是说在逻辑里面 再增加偶尔跟end 其实大概逻辑 以这两者我想应该就已经差不多 可以解决大概九成以上的逻辑判断 基本上够用了 那再来的话 我们这个逻辑讲完之后 再来就是期时间 那当然最基本的一定函数一定要会 函数部分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最后是讲到用一幅 配合偶尔 所以基本上我的习惯一定是 就是在如果有两个逻辑的话 我会先打一个偶 如果是连级我就偶尔 那比如说他如果是 大于5%或小于-5%的情况 其中一个出现 那就是过胖或过瘦就不标准 那后来我们又增加 在这个逻辑里面 还可以再增加一个过胖或过瘦的判断 如果他大于5%那是过瘦 反之的话就过胖 ok 然后其他的标准 那你可以在里面逻辑看你要怎么下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筛选出你要的一个结果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向下填满 那再来呢 当然同样逻辑 像这样的逻辑 其实呢如果要把这个逻辑把它变成VBA的话 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其实未来我想你们可能要思考的简单的问题 你用函数还可以解决 那复杂的问题可能要教你VBA 可是VBA你要懂得怎么样把复杂的问题 转变成VBA的语法怎么写 所以其实我们这课程重点有一点 你之前做过函数也许你可以做 再来你要怎么样把它变成可以再用VBA写出来 所以翻译有点像翻译把它翻译过来 那首先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概几种做法 第一个我如果在一键完成按下去 第一个这边可以显示出来 那这两个这个也是这个是标准不标准 那还有一个清除还有一个增加什么 输出之后再增加颜色 前面好像讲过了 如果把过胖或过瘦用不一样的颜色把它标注起来的话 那首先第一个我这边有个增减体重百分比函数 那这个所谓的函数是什么呢 就是我输出 假设我希望一个用简单的方法 因为我已经会写公式 那我只希望说我可以一键完 因为你可能很多篮很多篮 我一键按下去全部都帮我跑完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比如说这个公式 直接一键按下去自动帮我把这些全部填到这个L篮里面 比如说把把这边的资料直接就把它填到指定的这个储存格里面 填的话不是填最后的结果 而是填一个公式放进来 所以这边的话第一种做法 那你会发现如果用第一种做法 我把它按这个按下去之后 你游标把它放在这上面 你会发现 这个里面 里面的话如果是丢公式的话 那他看到的这个地方就会是一个公式 那要怎么把公式丢进来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 我先把这个结果 第一个当然我把VBA给叫出来 第二个的话我们一样 需要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跑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我可以怎么样 假设我希望丢这个结果 这里面的公式呢我希望把它丢到用那个VBA的方式输出 第一个我可以先把我原来写好的公式复制 复制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直接写到这个回圈里面 那我们前面讲过 一样是for i 等于第几列到第几列 比如第四到第十三列 那这个范围写出来之后一个net 那输出到哪一栏 这边的话sales哪一列 前面是列后面是栏 那我要输出的是到L这一栏 那里面的话呢 假设我今天希望输出的是 刚刚的那个公式的话 当然我现在两个双引号是清楚 那我可以怎么样 直接把这个公式 从刚刚的那个地方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如果我要输出的是一个 特别是要这个动作还蛮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以后如果你不知道 就是有些城市在VBA 你不会写 可是你已经会 Excel里面函数 你要把Excel里面函数 搬到VBA里面可以执行的话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直接就是类似像我这样做吧 把刚刚的公式 直接怎么样 丢到你指定的那个 这个储存格里面 但这边注意哦 这边有几个重点 可能要注意哦 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把这个公式放在VBA里面执行的话 需要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如果这个公式里面哦 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它有固定规则 这里面假如有双引号 记得你要把这个一个双引号 把它变成两个双引号 这个是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 你想说为什么要两个 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 Excel里面呢 本身就有双引号 VBA里面也有双引号 那问题是 如果你把这个放进来 他无法区别说 这个双引号到底是 VBA里面的双引号 还是Excel里面的双引号 他会搞不清楚 所以他用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呢 干脆以后呢 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你变两个 那我就知道哦 如果你有两个 那表示你是Excel里面的东西 Excel里面的双引号 那如果是一个 那就是VBA里面的双引号 用这种方式来区隔 第一个哦 所以我们如果说 要把它贴上之后 你想要记得啦 里面有双引号 你就补一个就好了 那记得哦 是补的是 那个外 里面的贴上公式的那个部分 那外面原来的那个双引号 就不要动它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什么 过瘦过胖标准 本来是一个变两个 原来这个不要动 原来这个是VBA里面的双引号 你要搞清楚不要 全部都变两个 那就麻烦了 第一件事情做完之后 那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把它输出好了 不过你会发现直接这样输出 我直接这边看 输出 OK 你会发现呢 有输出了 不过会有个问题 全部都过瘦 为什么全部过瘦 输出 你会发现公式都带过来了 但是问题来了 他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呢 他这个立号 有没有 这一四 四的部分呢 在这边应该是四 可是再往下一个呢 应该要帮我变五 再下一个应该变六 有没有 那可是问题呢 现在因为我没有去变动它 所以你会发现 往下每一个都是四 那我怎么可以把那个列号呢 随着什么呢 你会发现哦 四五六一直往下 那这个列号呢 刚好跟I这个变数呢 的值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如果你遇到四的部分 请你把它改成I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你不是直接把I放进来哦 我们前面好像有没有讲过就是 如果你要把一个变数啊 放在一个字串里面 你必须要先怎么样 把这一个完整的字串 先切开 那目前这个头 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字串啊 头在这边尾巴在这边 它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那有点像一个长行蛋糕 你中间要放东西的话 你需要把它切开 再放在中间 那个变数就是 你不能直接放在那个 那个字串里面啊 那算里面它就变字串了 它就不是一个变数了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简单的口诀啊 如果碰到那个4的话 记得啦 算号两个 意思是先切开 切开之后要串 那个变数的话 一定要end end 因为呢 中间再放一个I就可以了 那意思是说 我这个前面这个是 本来是完整的一个字串 我把它切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哦 然后呢 就把I摆在中间 可是摆中间一定要有个串接符号 自串跟变数啊 要串一定要个end符号 那在VBA里面还有个规则 就是end前后 还要再怎么样 空白 ok 那你做完之后 这边就完成了 那当然你做好一个 这边就哦 就这样哦 我再示范一次哦 那当然如果你实在记不起 你可以背个口诀啦 我常常跟同学 背不起来没办 算号两个一到中间 end两个一到中间 再把一个I就可以了 那再接下来就把end前后 加个空白 好啊 这边有四个 总共有那个四有三个 那实际上呢 你只需要做一个啦 做一个之后 把前后算号再复制一下 再把后面给盖掉就可以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了 这个非常的重要 以后 在字串里面放变数的规则 都跟这个一样 所以 刚刚哦 特别说 如果你要把公式放在VBA里面 只要记得两个重点 一 就是 把一个双引号 怎么样 变成两个 这个应该没问题啦 第二个呢 就是把里面的列号 本来是四 当然不见得每次都是四 要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I 那变成I 你不是直接就放I进去 好 记得哦 算号两个一到中间 end两个一到 再把I放中间 那再把它分开 好 所以这个恐怕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我 我觉得这个好像 对于会写程式来说是很简单 但对于好像初学者来说 这个好像是 那当然 你慢慢去思考啦 其实就是一个字串里面放一个变数 中间一定要 要左右一定要有end的符号才能串接 大概这个规则 两个 做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就直接把它输出 再一次把它输出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结果部分 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要的 而且他每一个都会动 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其实你游标往下移动 基本上大概就OK了 那当然呢 最怕就是说遇到什么情况 就是你公式里面 可能 但最怕就是程式里面打错字 其实 写程式 程式真的很短 没什么东西 但最怕就是打错 即便你打错一个字都不行 像之前有同学 就直接把I放进来 我看 直接把I放进来 会怎么样 把它执行 如果你想啊 只要一个程式有错误的话 它就变成什么 NA 紧 紧的话一定是 那个错误 错误的讯息 arrow的 L的讯息 然后呢 name 意思是说他可能找不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他找不到 他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看到这个 什么name 其实看一下 大概可以从里面 大概可以找出你的错误点 那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如何利用那个什么呢 我们原来写好的公式 这个公式 再把它直接丢到储存格里面 特别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样 在我们的那个 VBA里面 第一个一样先插入模组 让我们写程式一定要模组 第二个的话 这边增渐体重 我是再增加一个 那个module 是给增渐体重 那你底下名称可以变更 可以从name里面变更 第二个的话 再插入一个sub 这个前面有讲过 sub部分的话 因为按钮对应到一个sub 叫增渐体重百分比 那底线 也许我引用的是函数 是以持有函数 所以我这边名称叫 底线函数 按个确定 再来的话 这个我想前面写过 for i 等于第几列到第几列 然后输出到它的哪一栏 就是L栏 那把刚刚的公式 这个公式部分 就把它贴上就对了 就是以后 如果你假如要把某一个 你写好的公式丢到VBA的话 就直接复制 但复制完之后 记得这边要先取消 不然的话你现在点不下去 为什么因为游标还在这边 取消一下 再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呢 记得两件事 一把这边 只要是里面的那个双以后 全部变两个 第二个把4改成i 好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这张还蛮管用的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刚开始要把VBA 从头到尾真的彻底学完 开始能用 还有一段路要走 但至少这一招就是 你已经会写一些东西 已经有函数产生 你只是按个键 自动帮你把你的VBA 丢到指定储存格 自动帮你执行 那他执行不是只能执行某一栏 他可以执行很多栏 所以之前看到蛮多同学 就是一键完成 他动态的把很多栏 里面的这个公式 直接丢到储存格里面 让他run 这样的话 好处就是 他马上可以把之前平常要做的事情 写成一个固定的一个灰圈 他就自动帮 帮你把那个结果给做出来 OK 试一下 请各位先把那个刚刚我讲的部分 先做一下 那如何把你已经写好的那个Excel的公式 直接丢到VBA 让他去帮你执行 那这个比较重要的是说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 使用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 帮你把那个在VBA里面做完 你需要做出来的结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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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